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十多节羌佛是西藏命中 这实在是错误的理解 太不了解佛陀的概念是什么 南无第三十多节羌佛是佛陀 不是祖师派别的这一宗哪一派的法主 羌佛弘扬的是如释迦佛陀一样完整的 没有任何祖师派系观点的佛教佛法 2017年社会上个别邪恶之人 污蔑诽谤第三十多节羌佛 把第三十多节羌佛告到了法庭 世界佛教全球的最高机构法庭 于2018年003号在终审中得出结论 所检举揭发控告第三十多节羌佛的室友 都是编造出来的 判决书中定性 第三十多节羌佛的教理 与释迦牟尼佛的教理同流体系 属于纯正的佛教佛法 正因为羌佛是纯正的佛教 不是某一宗派的教法 因此才收到世界各大宗派的法王活佛 一致认证复义是佛陀 也是两千多年来佛教史上被唯一认证的 佛陀是整个佛教的最高掌持者 而不是单一属于哪一宗派的大法王 如果是哪一派的大法王或佛佛 都会归属于哪一派来认证 而不会由各宗各派的领袖和摄政王们都来认证 对HH第三十多节羌佛的认证 就等于无论哪一宗哪一派 都认可尊奉南摩释迦佛陀一样 释迦佛陀不属于哪一宗哪一派 就是整个佛教的佛陀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党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21日 全部都认识 数字带大圣党 如果用这一派的领袖 就要注意到这一派的领袖 似于哪一派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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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于哪一派的领袖